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信件 只有听取医生的关切 才能解决全科医疗的危机 大卫 贝克汉姆采访 人们知道这些故事 但他们从未听过我的一面 哈瑞尼再没有妈妈的陪伴下长大 她是22名寻求庇护的女性之一 她们正在步行600公里 前往堪培拉传递一条信息 病危的红狼在野外可以生存下去 但需要重大的帮助 研究表明 航空公司声称 在拟医的乘客权益规定下 旅客的安全受到威胁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信件 只有听取医生的关切 才能解决全科医疗的危机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皇家全科医生学院 RCGP对兼职全科医生近期的批评 做出了回应 认为全职全科医生的工作 现在几乎无法管理 而CGP表示 即使是兼职工作的医生 通常也在工作全职的时间 工作量给全科医生带来了压力 影响了患者的安全 而CGP呼吁全面资助的国家留任计划 和减少繁文入节的措施 以留住更多的全科医生 该组织还强调了 增加全科医生实习生人数 和改善全科医生的工作条件的需求 此次回应是在J. Marion Thomas 发表一篇文章 批评兼职全科医生之后做出的 他认为兼职全科医生 对纳税人来说是一种侮辱 因为纳税人资助了他们的培训 Thomas建议学生 应该在NHS全职工作一段固定时间 以换取免费培训 而CGP认为培训的资金和内容 发生了重大变化 并强调年轻医生面临的财务困境 和基础设施不足 该组织认为应该赞扬和支持全科医生 而不是批评或威胁惩罚他们 大卫 贝克汉姆采访 人们知道这些故事 但他们从未听过我的一面 英国每日电讯 大卫 贝克汉姆最近观看了一部 关于他生活的新Netflix 纪录片系列的早期剪辑 片名为贝克汉姆 看到这些镜头 他对他和妻子维多利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 这个四部曲系列 涵盖了贝克汉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他的出生到他成功的足球生涯 再到他与维多利亚的婚姻 贝克汉姆承认 他和维多利亚在一起时真的很可爱 这在纪录片中也有所体现 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 贝克汉姆谈到了他忙碌的夏天 以及与维多利亚的日常安排 其中包括每天早上一起锻炼 他还谈到了他与迈阿密国际队的合作 这是他共同创办和共同拥有的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 以及他决定成为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的大使 贝克汉姆承认 他因参与卡塔尔世界杯而受到批评 但他相信足球的力量 可以团结人们并促进变革 在整个采访中 贝克汉姆回顾了他的足球生涯 与前经理亚历克斯 福克森爵士的关系 以及他面临的挑战 包括抑郁症和公众审视 他还谈到了与维多利亚的婚姻 并分享了一些成功婚姻的建议 贝克汉姆为自己的成就 和职业生涯的长久性感到自豪 他并不担心变老 他计划继续工作 专注于他的各种商业事业 哈瑞尼再没有妈妈的陪伴下长大 她是22名寻求庇护的女性之一 她们正在步行600公里 前往堪培拉传递一条信息 澳洲ABC 来自斯里兰卡和以往的22名妇女 从堪培拉步行600公里到墨尔本 要求为在澳大利亚处于不确定地位的 所有寻求庇护者提供永久保护签证 该团体中的大多数人持有过度签证 他们是1万人的队伍之一 正在等待政府的快速通道签证评估过程 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永久保护的条件 该团体还在推动 为澳大利亚的所有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提供更大的工作和学习权利 因为许多人在等待永久居流泉期间 面临着教育获取困难的问题 定位的红狼在野外可以生存下去 但需要重大的帮助 研究表明 多伦多星报 根据上周五发布的一份 期待已久的种群生存能力分析报告 红狼可以在野外生存 但需要显著的额外管理干预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也在上周五发布了一份更新的 Kennus Lufus恢复计划 该计划适用于美国唯一的狼种 航空公司声称 在拟一的乘客权益规定下 旅客的安全受到威胁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的航空公司认为 旨在提高乘客赔偿和改善服务的 更严格规定可能会危及乘客的安全 加拿大政府在四月份宣布了 对乘客权益宪章的全面改革 目前正在由该国的交通监管机构进行审查 并计划于明年生效 这些改变似乎剥夺了航空公司 目前用来拒绝因安全问题导致的航班延误或取消 而进行赔偿的漏洞 而航空业需要恢复这种豁免权 航空公司认为 飞行员不应该感到 被迫在飞行有缺陷的飞机 和给雇主造成损失之间做出选择 然而 消费者倡导者驳斥了这一观点 指出 在欧盟 尽管有类似的乘客权益规定 但飞行安全并未受到妥协 他们认为 航空业声称取消豁免权 将导致飞机不安全的说法是 荒谬的和厚颜无耻的 航空旅客保护条例的改变 不会豁免因正常技术问题引起的航班中断 但由于机场运营问题或隐藏的制造缺陷 引起的大幅延误将豁免赔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几个关于全科医疗 大卫 贝克汉姆和寻求庇护者的故事 以及有关航空公司的报道 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英国皇家全科医生学院 RCGP对兼职全科医生的回应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他们表示 工作量和压力对全科医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需要制定更全面的政策和措施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只有聆听医生的关切 才能找到解决全科医疗危机的办法 接下来 大卫 贝克汉姆的采访 带给我们一些 关于他生活和足球生涯的深入了解 他提到了 自己与妻子维多利亚的生活安排 以及他对足球的热爱 和参与卡塔尔世界杯的计划 我觉得 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和商人 他的成功来自于他对足球的热情 和努力工作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群寻求庇护的女性 步行600公里的故事 她们要求获得永久保护签证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对于那些处境困难的人来说 我们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护 她们的努力和勇气 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支持 最后 航空公司对乘客权益规定的批评 引起了一些争议 航空公司表示 这些规定可能会危及乘客的安全 但消费者倡议者则指出 这些说法是不成立的 我认为 航空公司应该将乘客的安全放在首位 并提供更好的服务和赔偿 这些新闻故事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关注全科医疗 尊重和支持 寻求庇护者 以及确保乘客的安全和权益 请问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随时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认为 。